2015年9月,新学期开学,河南商丘学院的校园里来了一位特殊的新同学。 报道当天,当这位新同学一个人拖着重重的行李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见到他之后,我发现,你跟我想象中的真的不一样。 那种情况嘛,对咱们一个常人来说,我感觉那种不可能完成那种事情。 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的新同学?他又为何给大家带来如此大的震动呢? 眼前的这位没有双腿的女孩,就是同学们口中的新同学,王娟。 王娟今年二十岁,来自河南南洋新野县的一个农村。 王娟从小就失去双腿,但是一年前,她却以高出一本分数线十几分的优异成绩,考进了这所大学。 不仅如此,从她来到这个学校的那一刻开始,大家都对她有同一种感觉。 她是那么不同,又好像没什么不同。 她传递一个人的都是正能量,就是特别坚强,特别乐观。 就是你跟她交流,从你跟她交流中看不出来,她是跟着她是不一样。 我从来没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坚强的让人心疼。 看着操场上带着灿烂笑容奔跑的身影,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女孩身上发生的一切。 过去,她遭遇了什么,为何会失去双腿? 她这样的身体又是如何考上大学的? 乐观坚强的她,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 十四年前,年仅六岁的王娟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我听你们村里的人说,没人看着我,跟着我爷爷奶奶嘛。 车祸之后,王娟永远失去了双腿,她的人生也注定要比别人承受更多。 别人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子,或者说,你没有腿,怎么怎么怎么。 然而,谁也没想到,王娟和她的家庭的灾难并没有因为这次车祸结束。 在她出事后不久,王娟的家里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变故。 先是王娟的母亲不堪压力,投紧寻了短见。 紧接着没过多久,父亲竟然也离家出走,从此鸟无音信。 原本幸福一家人,转眼就只剩下王娟和爷爷奶奶。 不管你和爷爷马上試但是她, dream安全那天也离家要的簇。 幸福一家人,让他该没有让某位。 自己是看到伴家人的是以及收到打工室的措 experimentation。 各自荆那颜青 pública门。 ್尹尔ו严克自己会是提轰的要因。 感谢观看 所以我就把那个盒子往地上一摔 然后自己往里头一蹦 当时还觉得真的挺好玩的 然后自己就拉着箱子的一脚 然后手在地上拨冷来拨冷去的 所以就慢慢慢慢地学会了这种行走 起初王娟是跳进纸箱子里走路 但是后来发现纸箱子笨重又不方便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了更好的办法 我爷爷奶奶种地的时候需要那种化肥 然后我一看这个装化肥的袋子还挺方便的 然后我就把它改良 刚开始是一个大的布袋子 然后就直接往上套一下 但是后来觉得那个大袋子真的太笨重了 所以就把它改成这种摇清面一点的 把这儿一挽然后这边一流 然后只用把残肢给包起来就可以了 就能够隔灰呀 就能够保持干净一点 而且也不至于让裤子磨损 就这样 王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行走方式 她就像重新又装上了翅膀的小鸟 似乎又能飞了 然后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 我跟别人没有什么 你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你不能做到的我还能做到 很快 王娟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她开始憧憬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的场景 然后我就觉得 对于我来说上学就是一种渴望嘛 跟他们一块玩的时候 然后他们背着书包回来了 然后我就开心地告诉我爷爷说 他们都去上学了好开心呀 你要是我能上学 有这个机会就好了 然后我爷爷就说 就是沉默嘛 沉默了一阵 然后后来就决定我上学 然后我当时开心地要做 能够上学了 王娟很高兴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 一个没有腿的孩子能上学吗 未来那么长 他又能坚持几天 就各种嘲笑 然后各种打击面 但是当时还是觉得 哎呀 有点不舒服 心里肯定会不舒服的 因为觉得这就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 我没有腿怎么了 我没有腿也是跟你一样呀 我有手 然后还有头脑呀 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想着说 我不跟别人比其他的 我就比学习啊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 最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不是说生活上的打击 而是心理上的打击 所以说当你受到一些打击的话 你心理上会有一种声音在呐喊 就是说我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样子 或者说那种人 所以你就想要变得很坚强很坚强 王娟觉得只要学习成绩好 别人就不会嘲笑他 于是他加倍努力学习 但是要坚持上学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王娟用手支撑着走路 速度慢 到学校几百米的距离 他却要走上二十分钟时间 最困难的是 遇到花风下雨下雪这样的天气 就是以前的话 我都没有什么住行工具 全都是靠自己双手 靠自己的单手行走 那个时候一到下雨天 一到下雪天 或者是冬天有冰的时候 就是比较难走一点 然后也摔过很多次 遇到下雨天的话 它是不喝水的 就是那个泥水 就是雨水混合着泥水 能够渗透到你的那个袋子里面 然后裤子也湿了 就是很深可难受的那种感觉 因为套在身上的袋子不防水 下雨的时候 它就在水里泡着 有时候下雪 它的整个身体都会掉进雪里 因为农村路面都是土路 风吹车过的时候 它又几乎在土里 很多时候它都是灰头土脸 满身泥巴 大夏天的时候 如果我在这个路药上走的时候 就是可以很烫很烫的 然后刚开始还觉得 啊 这地这么烫 还会抱怨两句对吧 然后到后来就学会 自己慢慢调整吧 就说哎呀 那我蹦得快一点对吧 蹦蹦跳跳的去上雪 还挺可爱的 还挺好玩的 日积月累 王娟的身体年纪轻轻 就落下了很多毛病 我这个腰可能会疼 有的时候这个腿也疼 可能是那个骨头吧 骨头 我也不知道是这样 撑着了还是怎么样 每当王娟觉得自己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人 鼓励支撑着她 这个人就是王娟的爷爷 因为没有父母 王娟从小和爷爷奶奶 感情非常深 尤其是爷爷 更是对王娟 有很大的影响 在王娟心里 爷爷不仅养育她长大 更教会了她 很多做人的道理 在我爷爷身上 我看到了很多可贵的品质 他是一个吃脚医生 然后就是 不管多晚 不管是谁来叫他 然后他都会 不辞辛劳地 赶去给别人看病 所以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一种坚持 一种责任感 还有更多的是一种坚强 对 我爷爷从来就不会说 供养我上学有多苦多累 还有供养我们生活 是多么艰辛 然后就是 他就是不会表现出来那种 再苦再累 也不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爷爷 就是世界上最为大的人 爷爷的责任和坚持 无形中深深影响了王娟 他幼小的内心 决心也要成为爷爷那样的人 而能让爷爷高兴的是 他都愿意竭尽全力去做 每当我拿回奖状的时候 我看见我爷爷奶奶的笑 我就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所以从小学的时候 就是自己也玩 也贪玩 但是学习也很好 然后每次就捧回奖状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地告诉爷爷说 爷爷你看我又拿奖 然后我爷爷就很开心 把他一张张踢到我家的墙上 他给别人看病的时候 然后有好多人就过来 看我家墙上的脚状 然后我也就去 以我为自豪那种感觉 美梦成真 他又为何失声痛哭 有一种哭就是说不出来的 新的生活 他将面临哪些挑战 坚强女孩如何用双手 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天下父母之 用双手行走的人生 继续为您呈现 敬请关注 庆幸的是 王娟没有放弃 在爷爷的影响和鼓励下 无论刮风下雨 春夏秋冬 无论多苦多难 他都努力坚持着 几乎从未间断过上学 从小学到初中 从高中到大学 他整整坚持了十二年 十二年之后 他终于如愿考上了大学 然而 这个愿望实现之前 发生了一件 让王娟遗憾终身的事情 就在王娟高考前半年时间 他最爱的爷爷 因病永远离开了他 我是在想让孩子 到我回去的时候 只能看见的是 我爷爷的遗像 我爷爷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着我 看着我考上大学了 但是我考上大学了 我爷爷都不在了 我当时我知道 我爷爷不在了之后 其实就是 有一种苦 就是说不出来的话 就是很遗憾 很遗憾 无法跟自己最亲的爷爷 分享美梦成真的喜悦 王娟内心的遗憾和痛苦 无以复加 而此时此刻 失去爷爷的痛苦 让王娟愈发开始 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说 当所有的同学都入睡了 是吧 然后我一个人就坐在宿舍里 然后看着打开的天空 从小就是觉得 虽然没有了妈妈 但是心里还是想着她 一直想念着她 所以当我看到天空上 最亮的星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那个时候妈妈 她一定在看着我 她一定不想让我难过 她一定想让我开心 王娟的大学梦虽然圆了 但是她儿时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那一幕 却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一家人吧 当时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就 把一个小床放在外面 然后看着天空上的星星 然后旁边有一台小风扇 然后就那样吹着 我们三个人一起 在那边 就是睡到天亮 我觉得那种感觉 是最过心的 其实谁不想有爸爸妈妈的疼爱 别看我外表 其实怎么说 看起来蛮不在乎的 但是实际上 你内心还是渴望那种 父爱母爱 有一种痛苦就是 子余也儿竟不在 我不知道我奶奶心里 我怎么很难受 但是我知道 我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我再也不可能就让 在一起 虽然父亲在自己 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但是王娟并不记恨他 在王娟的内心深处 对父亲更多的是一种担心和牵挂 我就是觉得我爷爷 可能最放心不下的 还有我爸 我爸爸肯定在外面过得不好 因为他之前跟我爷爷来过戏 然后我感觉我爷爷就 比较心疼我爸 他就也经常跟我说 你不要远 你爸爸 隔着我隔着我 他要过得好了 肯定也就回来了 带着对爷爷的无限遗憾 也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王娟踏进了大学校门 新生报道的那一天 虽然他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来到学校 虽然新的环境到处都是关注的目光 但是王娟的内心充满能量 他知道新的生活将会有新的挑战 但是他更期待在这里 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更充实 让爷爷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要是因为我们宿舍太有爱了 我们宿舍长也很爱大家 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大家有啥事了 就是互相鼓励嘛 一来到这里 王娟就开始争分夺秒地学习 看书 不仅如此 他在学校的宿管处兼职 勤工俭学 甚至自己报名学习优客丽丽 充实的大学生活 突然让他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自己喜欢嘛 然后我就想多学点东西 我的手比较慢 我是说我反应慢 你上了几节吗 我上了三节 学的都是最基础的 他让我这样 学完了 然后自己也开心 也没有想着说 要通过音乐去表演啊 或者怎样 但如果我练得特别传手的话 我是愿意演奏给大家听 不去向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我觉得 可能是怎么说呢 自己也有双翅膀 另外更多的隐形呢 就是大家对我的爱 然后就一直就是很喜欢 有这个歌 不行 先走了 赶紧把这个那个上上了吧 乍一看王娟非常瘦弱 但因为长年用手走路 她的双臂非常有劲 现在走路 上下楼梯的速度 一点都不比正常人慢 她甚至还能参加各种类型的体育项目 很阳光的 很坚强的 可是她始终 你见到她以后 她都是满面笑容 没有一点这个 头眉普脸的样子 她就是是比较一个 就是我比较减强的一个女孩子 下雨大事 我没在外面 还弄不趁心睡 她没马过来 我叫一个男孩子 北达是吧 她无论什么都不接 我找了一块班 她自己一步一步的就有自己减强的就过来了 能不能够沉睡 确实 当时男人女儿都给她鼓掌 都佩服她 我也确实佩服她 很感染的就是到 当时那个镜头 比较 谁看见她都现在了 哪种自然条件去的 现在挺好 我也觉得为她只好 可是在 到底是个女孩子 没有腿 不管哪里 有没有腿都做 亏得有你们 争夺爱心 阿姨 爱心 姐姐 爱心 叔叔们来帮忙 真是的 我爷爷自己种地 然后卖粮食 拼死拼黄的去挣钱 然后都是为了我们一家人 然后后来的话 我爷爷年纪大了 他就干不动活了 所以就是后来 我们学校也帮忙 社会也帮助 所以就是 我也说到更多的 就是要我感恩社会 就是学会去 感恩就是 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即便上了大学 王娟也没有忘记 爷爷的教诲 业余时间 他一定会参加 学校组织的公益社团 经常到敬老院 福利院 去做志愿者表演节目 做演讲 用自己的故事 去鼓励和帮助别人 尽管他自己是一个残疾人 但是他更愿意 以他的形式 去帮助那些 和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 一二三 开始 在别人眼里 王娟是一个坚强乐观 脸上永远挂着笑容 似乎永远没有烦恼的时候 但是 对于王娟来说 她有自己的一个 小小情感世界 王娟就读的大学 离家很远 每次回家 通常需要到四次车 再加上她身体不方便 回来一趟很不容易 这一周末 王娟忽然很想家 她想回家 看看奶奶 因为突然回来 奶奶并没在家 等奶奶的时间 王娟就跳到菜园里 帮奶奶拔草 自打爷爷不在了 七十八岁的奶奶 成了王娟唯一的亲人 家庭生活的全部 她把对家人所有的爱 都集中在奶奶一个人身上 但才回家 见了奶奶 她总是一肚子说不完的话 太瘦了 一漏了呢 吃点 漏了就是瘦了 我屋里的亲人 你先吃哪一漏吃 你别的 因为学校离家远 王娟并不方便 经常回来看奶奶 想家的时候 祖孙梁只能通过邻居 打个电话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王娟总是尽可能地 帮奶奶多干点活 我学校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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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尿住风格 你弄不到西了 就慢一点 你爸我那省店 省到沙城住 就是我开个灯 他还说 哎呀赶紧给灯关了 咋子咋子 浪费点 我过去就不回来了 才七天 七天 我要回来了 我来回这趟聊天 然后忙碌子 忙碌天 愿的不回来 去哪都 书家的回来 还哪 关键回来 等着回来 越多了 愿的不是别的 进来 一说回来都回来 你回来就吓着我 我看吓得 你还吓了 奶奶说 孙女一个人 在外面上学 尽管内心非常想念 但是为了不打扰 孙女学习 老人总是默默盼着 过年过节 因为这个时候 孙女都会放假回家 看着祖孙俩 亲密地拉着家常 此刻的幸福场景 让人羡慕 王娟说 她很庆幸老人身体还好 这让自己更有机会 去实现自己内心的愿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爱是我更想你的肩膀 让我依靠着温暖又坚强 这个冬天亮的不寻常 多想依偎在你的身旁 每个黑夜你匆匆过往 就会想起你温柔的目光 那些回避那些旧时光 答应我彼此微笑着坚强